创全国之先和学校共用设施的 花莲市吉宝干部落文化聚会所15号落成启用 市长魏嘉贤表示 他在2016年上任的时候 花莲市没有一座部落聚会所 如今六年来至少有六座聚会所 新建完成或是在规划当中 这都要感谢原住民委员会 以及花莲县政府给予的经费补助 希望未来在聚会所使用之后 能够为族人朋友带来更高的效益 原委会主委宜嘉宝若表示 行政院核定1436万元来办理 吉宝干部落文化聚会新建工程 经过一年多的时间工程进度 15号正式启用了完成之后 是族人们日常聚会传统界的场所 是部落文化传承的枢纽 首先我要特别恭喜我们吉宝干的 三里干阿玛不论好 我大爱渡过毕丹阿玛 应该至少等待十年以上吧 而且甚至超过十年 因为我上礼拜才去瑞税的 这个五干部落 他们整整等了十七年 才齐用 那甚至 那个乡长在回顾的时候 大家还哽咽说 那个最积极推动的第一任头目 来不及等待 已经离开了 结果今天终于完成 市长为嘉贤相当感谢 余媒会 宽兰天政府市民代表会 先议员迪布斯依赖 那我们也真的谢谢所有支持 我们这个建设的每一位好朋友 谢谢主委 也谢谢我们头目愿意支持花莲市 那在此也期盼未来有更多的从政人士 都能够努力的把原住民族文化 或各个族群的文化捍卫起来 继续为自己的土地打拼 我从小在花莲长大 对花莲的任何事物 我非常非常清楚 我也非常喜欢花莲的事物 所以我在念书的时候 曾经在长坑医院 也希望留在那边 月薪十万块 但是为了土地的关系 我并没有离开我的家乡 留在我的家乡服务 我也期盼 未来有更多年轻人 能够返乡为乡土来继续服务 一向博尔表示 原民会相当重视 主流们对部落旧会所的需求 于105年至今 已经协助了花莲市所完成的 华东大本部落 吉巴冈部落 格努尔部落等三座部落旧会所 另外有萨古尔部落 拉薯丹部落两座施工当中 达国呼唤部落旧会所 在规划设计当中 也请相当施工所团队继续努力 因为部落旧会所完成之后 可为传承远续文化的迪运基地 记得交易化做到